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Python自动化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节课我们的主要内容。 上一节课呢,我们主要学习了使用WebDriver来对我们的浏览器进行操作, 使用element by id by name, by class name,去查找我们的一个元素, 然后呢,对元素进行一些操作,操作比如clear, 用send case,然后呢,浏览器中也支持一个back方法, 我们讲了这些基本的操作,那么我们第四节课呢,来继续学习, 使用WebDriver中的方法来对我们的浏览器进行操作, 这个操作呢,主要还是对于元素的定位。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所讲的元素对位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一节课的PPT, 我们查找了class name, tag name, 那么现在呢,我们使用fine element by link test, 来查找相关的元素, 我们打开我们的pattern编辑器, 然后fromcelenium import web driver,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b等于web driver的fairfox,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所要打开的网页呢, 就是我们的math学院, 我们在这里提前已经打开了一个math学院, 再来看这个新打开的一个使用web driver打开的, 让我们这个网址拷贝一下, 我们打开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b的get, 那打开这个网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页, 大家来看, 它现在切到了math学院的主件上, 但是呢, 这个浏览器它中间会有一个等待的过程, 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 当我们进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不是最大化, 我想对它进行最大化的操作呢, 我们可以b的maxsizewindow,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大家来看, 我把浏览器就全屏了, 全屏之后呢, 我们发现, 我们这边弹出了一个math学院的一个框, 然后呢, 我们想把这个框关闭掉, 我们可以使用审查元素的方式来查一下这个, 我们先不着急, 我们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想要查找这个企业直通班,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另一个窗口来看一下, 企业直通班, 我们使用审查元素的方式, 来看一下, 这个企业直通班呢, 它有一个test是企业直通班, 那么呢, 我们就想查找一下这个样素, ere等于, 大家来看, 它是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呢, 它指着我们math学院网站上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网页吧, 然后它里面呢, 它只有一个test, 然后我们现在定位呢, 大家来看, 它没有ID, 也没有name,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发现, 它有一个test, 企业直通班, 我们可以匹配这个, 这个字符串, 然后呢, 去查找这个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元素, 怎么查找, b的find element by link test, 这个link test就是相关的, 这个元素, 它这个上面的文字, 我们在这里写, 企业直通班, 因为在我们写那个网页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肯定不会把所有的ID之类的name啊, title这些都写上,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签的方式去查找相关的元素, 回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ere, 它的click, 刚才我们上去和讲了, click呢, 就是一个点击, 我们来回车, 看一下我们去到那个页面上, 这个页面是我们那个, 外部网页所控制的页面, 然后我们回车, 可以看一下, 大家来看, 我在这里呢, 页面进行了跳转, 跳转到了起, 直通班之后呢, 这个matt学院, 它这个框还一直在, 一老式这个, 一直在弹出来, 我们先忽略它,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敲回去, b的back, 大家来看, 我这个网页应该一会就回去了, 等一下, 没有回去吗, 没有回去吗, 我这关闭掉, 刚才呢, 我们理论上, 应该把那个弹出的窗户关闭了, 然后呢, 才敲b的back, 那么现在呢, 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呢, 是使用FundElementByTest的方式, 来进行操作的, 我们来记一下, 我们的第七个方法, 是什么呢, FundElementByLinkTest, 那我们还有没有更简单一点, 方法去查找这个元素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 FundElementByParticleLinkTest, 这个呢, 就是说, 你只要这个上面有这个相关的字符, 那么呢, 我就能找到这个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方法的使用, 我们这个方法, 它有个企业支通班,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er1, 它的ID, 大家来看是这个, er1等于, b的FundElementByParticleLinkTest, 我们在这里呢, 直接搜一个什么呢, 直接搜个企业, 看它能找到什么, 这个搜个支通班吧, 我们争取第一次能够找到, er1它的ID, 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这个地址,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呢, 我们这两个地址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网页跳转了, 跳转之后呢, 我们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它这个获取元素的时候呢, 肯定会变了, 那我们呢, 再重新查找一下这个元素, 这个er1, 我们重新给它查找一下, 我们看er1的ID, 但来看, 这个er1的ID和er1的ID是相同的, 那么呢, 我们现在就使用er1, 它的click方法来点击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页的变化,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网页, 我们回车, 但来看, 这里进行了一次跳转, 跳转之后呢, 这里弹出了一个框, 等一下它呸呸呸, 会弹一下, 这个就是使用test的方法呢, 去查找这个, 然后我们再使用b的back方法, 对它进行跳转, 然后呢, 它就回去了, 我们现在呢, 又讲了一种方法, 就是非常方便的去定位元素, 这个定位元素的方法呢, 我们来记一下, 这俩基本上可以等价的, 但是呢, 就这个是模糊定义, 就是比较模糊的, 而这个呢, bylink test, 它呢, 是比较精准的, 那我们介绍下面一种方法, 第九种方法, 这不是, 就下面另一种方法, 这方法呢, 就是使用cssstrict这个方法来定义,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在我们这个网页中来定位这个css呢, 首先, 我们如果说很多元素, 它呢, 是没有id, 没class内容之类的, 这个都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另一种方式去做, 我们在这里, 右击使用fairbug查看元素, 查看元素, 大家来看, 这里才会有定位到了这个, 然后我们拷贝, 复制css的路径, 我们拷贝一下, 然后我们在ere2, erecss等于, bfind element, csscsscater, 我们直接把这个css给它拷贝过去, 大家来看, 这个css是很长的, 这个css语法呢,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这个不是我们讲解的重点, 我们只是需要了解, 回车, 大家来看, 我这里呢, 就找着了这个er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ype, ere它的css, 再来看, 它也是一个web element, 那我们呢, 可以直接对它进行操作, 我们再切回来, 再来看, 我在这里ere它的css的click, 回车, 再来看, 这一面呢, 发生了跳转, 那么我会发现, 我们如果使用火狐给我们提供的默认的工具呢, 去拷贝这个, 是非常麻烦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 因为它这个里面呢,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所以说呢, 如果说我们要查找这个, 比如说我们查找这个搜索这个块,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theirbug来查看这个元素,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在复制它的css的路径, 我们再查找一下, 这个刚才那个实践举的不太好, ere, css等于b的find element by css3k, 我们看一下它的css路径, 大家看这个呢, 就比较长, 那么呢, 我们现在先使用这个, 这个也没有找到, 这个有可能它这个路径和这个配合起来没找到, 那我没找到,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css特有的一个语法来定位, 怎么定位呢, css,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刚才的页面有没有啊, 好, 这个没有, 这个应该是back的, 应该回一下, b的bac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再去查找, css, ere的, css, s等于b的find element by css3k, 我们复制一下的, 再来看这个比较长, 然后我们再回车, 再来看这个是能找到的, 因为刚才我那个没把页面切回去, 它的click我们再操作一下, 这个没有任何东西, 因为呢, 它是一个输入框, 那我们呢, ere它的css的send case, 我们在这里发一个消息, 比如说我们查找pathon, 再来看我在这里呢, 输入了一个pathon,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ss的, 全路径呢, 是比较长的, 我们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可以对它进行操作吗, 我们来看一下, 嗯, ere它的css等于b的find element by css3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再切到另一个页面, 我们会发现, 我们这个输入框呢, 它的tag是什么呢, tag是input, 那我们这里可以有这种语法, input, 我们这个input, 它就可以是匹配上所有的input, 这个input里面呢, 它有一个id, id是search,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 id等于search, 这里呢, 需要加一个引号, 我们再来查找一下, 哎, 这个没找着,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brb的b bac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已经火, 按说应该没有问题啊, 应该可以找着啊, 我们来搜索这个pathon, 然后调装一下, 然后再来查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使用fairbug来查一下, 这个要素是没刺的, 它的id就是search, 那我们的语法应该是这样写, ere等于b的, find element by css, select it, 然后它的input id等于, search, 大家看, 刚才我那个敲错了, 那个引号呢, 应该在这个id的后面, 在这个search前和后, 这里为什么加一个单引号呢, 这个呢, 大家可以学一下pathon的语法, 不然的话pathon会认为它是错误的, 因为你这个单引号中间, 引用单引号的话, 必须要使用转移服,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ere它的clear, 我来看一下当前它呢, dow了也是一个pathon, 我来clear一下, 再来看这边清霉了, 对吧, 然后ere它的, 再send case, 测试, 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会出来测试相关的内容, 那么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元素, 它里面还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它type是test, 它有一个placeholder等于搜索你感兴趣的课程, 然后我们如果说找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看使用其他的能不能找到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ere等于beadfind elemente by css, 我们在这里输入什么呢, input, 然后这边后面其实是一个正格表达式, 它这边呢会有一个type等于, 那这里输入的是什么呢, 是text, 大家看, 我在这里找到这个元素, ere的id是这个, ere, clear, 清一下, ere的send case, 这个元素, 我发一个元素, 我们还发, pathon,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来看, 这边呢, 还是输入一个pathon, 那么同样的, 我这边它是input的, 它的一个类型, 说的是type, 那我同样的也可以去搜索什么呢, 去搜索下面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 path holder, 搜索你感兴趣的课程, 或者这个style都可以, 或者是它的class等于, from control, 我们都能找到这个元素, 这个就是使用css来定位, 那么呢, 我们再回到它的主页, 回到这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它会有一个图, 一直在变, 那我们呢, 来看一下这个元素, 查看元素, 这个元素呢, 它是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它是有个alt的, 那么呢, 我就可以根据这个图片, 来查找这个元素, 然后来点击一下, 嗯, ere等于, bfand element by css select, 然后我们查找的是什么呢, 查找的是image, 这个image, 我们要匹配一个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匹配是art,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Math, 学校三周年, 回车,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找着了, ere的click,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 大家看, 这个呢, 就点, 就点住了这个里面, 这个就是使用, css来查找一个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呢, 它其实是一个跳转吧, 跳转的地址, 就是attp, www.medu.com, group, detail, 下面的某一个地址, 这个就是使用css, 来定位元素, css一些其他的, 一些详细的教育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 或者去网上查找一下, 使用css来如何, 和定位相关的元素, 我们在这里是简单了, 讲了几个简单的语法, 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语法, 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呢, 基本上都会使用, 嗯, fair bug这种, 直接拷贝就可以了, 像一些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直接定位, 如果复杂的, 我们直接拷贝用就可以了, 嗯, 这个详细的呢, 我们可以自己往上查一下,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这边不做, 那么详细的讲解了, 因为那个语法太多了, 不能一条条讲解, 只是说给大家仰视一下, 使用webdriver, 如何定位我们页面中的元素, 并且能对它进行相关的操作,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呢, 基本上就讲到这里, 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 我们使用的是哪个方法呢, 使用的是这个方法, 来定位元素, 那其实先到现在呢, 我们已经学了好几种定位元素的方式, 在这个中呢, 我们如果说有ID, 有内容, 或者有那个, 他个内容的话, 那我们直接就使用这种方式, 可以定义出来, 可以定位元素, 尤其是这个ID和内容, 因为这个ID基本上就是, 如果说是唯一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定位到, 如果不是唯一的话, 我们需要使用其他的方式去定位, 那么如果说你既没有ID, 也没有内容, 那我们可以使用相关的TES, 来去定位我们相关的元素, 如果都没有, 那我们只能使用, CSS, 或者是XPath的方式, 去定位元素,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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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